他姐 他说我们家那个房子 要去装修一下 他养成那种惯性思维了 他们提要求 我就尽量满足他呗 那我就说了 你楼上装修在干嘛 我父亲胃癌 他妈妈有糖尿病 父母而且都没有退休工资的 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是很大的 我家老公去年查出来了 就脑子里面有个小囊种 现在还在吃药抑制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就为了你住的舒坦一些 让我来掏钱来给你装修这个房子 你觉得应该吗 我觉得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当时手上没钱嘛 就一直都没有实行 后来我不有他房嘛 我就把它卖掉了 我又回南昌嘛 我小孩在南昌读书 我手上一拽到钱 他电话就打电话给他 他房子开始装修你 你得动手了 我当时我就拉个小群 他两个姐交上我 我说大姐阿姐 这房子能不能先不装 因为我们南昌没有房嘛 我得安置我女儿读书吧 然后你父母 加上你弟弟又是这个状况 这个钱花得冤不冤啊 当时他说不行 我父亲得了这个病 活一年四一年 为了我父亲的颜面 你们就得弄 我就不让我弟弟买房 除了是一个父亲 他还是一个儿子 他不得对父母尽孝吗 我作为一个家庭的老大 我就应该要装修这个房子 那我就说了 你去装啊 父母把年车这个房子我给你 我不要也可以啊 那我目前的耽误自己 我得安排我的女儿 这样有个作用吗 没有 他就找他 立马就跟他讲 他说你家那女人怎么回事 你作为一个男人 这点做主的权利都没有啊 什么东西都要一个女人来掌控啊 他立马发信息给我 他说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们家人叫我装修房子怎么了 那他们还没有叫我建一栋房子 他们要是建我盖一栋房子怎么办 那你家你娘家弟弟也都在娘家盖房子啊 怎么样 他完全不顾及你的感受 装修这个房子呢 在农村呢 争点面子嘛 我自己的决定 并不说是别人 要求我怎么样 房子装了吗 装了 我说你家里房子装修行 整个过程当中 你姐姐不许插手 未来的生活当中 我的小家庭的生活 你姐姐不许插手 结果他两夫妻从广州 千里迢迢跑到我家里来 指挥那个装修 你就必须按照我的要求来执行 整个过程当中 没有一点点我们能说话的份 然后他只要提了意见 他为了达到某种平衡 就尽量去满足他 你要去装修 你肯定工作会更忙 你是不是得让自己的劳动强度加大 那你回来 我这里有头 我那里有头 你凭什么 你的病痛让我来跟你承担 而你的经济 我都就没有权力去支配了呢 我现在不瞒你们说 他口袋里面分钱 我得感情花 我不花人家得花了 我有这种感觉 跟花别人钱一样那种感觉 我两个女人还明年马上读大学 你还有房贷 累得回来 那个高温四十都在户外工作 高空作业 辛苦吗 回来你看到她灰的浮脸 走进来的那个样子 你真的恨全世界的人 真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姐妹 熊女士对婆家人一肚子的怨恨 虽然她极力反对 可仍然抵不过丈夫的妥协 最终 他们答应了婆家人的装修要求 但是 因为经济压力过大 她非常焦虑 身体也因此出现了问题 可就在这个时候 熊先生却突然跑去外地创业 这对于熊女士来说 简直是巨命一击